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班达五达门 PJ 在巴达林 那么我是在企业服务税 主要是在秩序那边的工作 Corporate Tax Advisory 那么我的工作包括 投资进马来西亚 投资出马来西亚 买卖收购 种种各种各样的啦 都是我的day to day啦 都是我的每一天都要 天天都有的事啦 OK 除此以外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我自己呢 也和我的同事 以前的同事 在刻意的时间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小的 商务 电子商务品牌 是卖gym的 卖那个健身的器材的 所以2018年开始 我的工作呢 是2013年开始 我原本是在audit audit是叫 审计部门 审计部门我发觉到 我要半夜才回家 我半夜开车 半夜回家 我住巴森 我的顾客可以在 森美兰 可以在 Bukit Jalil 我发觉到 没有 我的Pantium 3 不可以跟他们的 Core to do or fight 所以我就换去 最后步 2013年我加入这家公司 期间我有离开 那么包括创业 是我的那个电子商务的品牌 那是我的前同事 目前他在大学是一位讲师 那是2018年 到现在 大概靠近五年左右 就今天我向你们 分享一下啦 如果有什么 可以更好的 你们可以分享 会给我知道 OK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 slides 因为 我觉得分享 就 有slides 人家会错啊 slides就很严重 这是我工作很怕写字的 每一个字都有 法律的 legal obligations legal implications OK So 2018年我们创业 那是我从小到大 从我小时候呢 我父亲介绍我一个 一个访问 我喜欢看的那种 他都觉得是non productive 没有生产力 看电影啦 看卡通片啦 不怎么好啊 有一天晚上 他就叫我 记得收看这一个 讲华人企业家的故事 这个访问呢 就那天开始就改变了我的 以后的想法 那一天呢 我还非常记得 他是关于香港的 李嘉诚先生的 所以我每次有同事说啊 如果你看到 李嘉诚呢 他的家 我讲那个是我的表哥 其实他不是 开玩笑 他不是我的表哥 他是影响我非常深刻 我爸爸那时候 叫我看了一个访问 在最后我会提到 他说的一些关键的字 以前我呢 读书呢 也不怎么优越的 我们的家里呢 我的哥哥就比较爱读书 我就比较懒惰 看我的样子也知道了 不爱运动的 读书也不大好 so 从我那天开始 我觉得 我学会到的东西呢 是如果我决定 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是对 如果那个variables 如果那个变化 是在我自己 我能够控制的变化 做多一点 有多一点 如果我决定要做 我不相信我做不到 所以从那天慢慢来 要一点时间 就用了几年的时间 就学好我的课 那个访问呢 就从他 从他好像是 八到十一二岁吧 从中国 那个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一直到他 到香港工作 过后他爸爸就 在他好像在香港 第二年就去世 过后他其实是 很爱读书的 过后他来到香港 没有办法 就没有收入 和他爸爸两个人 他的弟弟 两个弟弟就留在中国 山头 需要工作 要放弃学业 在香港人家烧 那个材料 那个热 那个heater要烧纸张 他就丢掉那些书 他们要买那些旧书 去做燃料 烧那个地方的 烧那个heater的 他就买来阅读 从这个故事呢 我就改变了 我自己学习的态度 那么 几年的时间呢 我就慢慢改变 进化了 就学了 从此以后 我发觉到 其实什么都是要学 没有停下来的一天 好像 打个比方说 假设如果这里 有任何人刚刚毕业 第二天 进入办公室 我也不觉得 照我的看法 我也不觉得 他所学到的东西是 百分之百 适合 或者 up to date 或者是已经是 最 up to date 最 最新的 版本的 每一个 每一个时间都有新的进步 所以 从那时候呢 就读 就慢慢 进步 那么 第一个变化 就在我 对学习的看法 第二个呢 就是 2018 我和我的同事 我告诉他说 我的 我很 敬佩 创业的人的 那么 我们 问我说我不理怎样 什么行业都好 我觉得我在年轻 还没有有 汽车贷款啊 房子贷款啊 什么款 什么款 什么太太的那些的 一定要有 最少要有一个 自己 喜欢做的 项目 我的项目 是要创业 你要跟我一起创业吗 所以 讨论了 讨论了 他是一个 富家子弟 他是我们的 顾客的孩子来的 所以 我说 怎么创业 打工才好吗 就不用烦了 我爸爸也是 很多钱给我了 所以 后来 最后 我们决定创业 就是 他喜欢的 健身的器材 那么 后来 我也 因为他的影响 也去健身 只是 现在工作 帮忙 不好意思 有点失望 so 我觉得 年轻人 现在呢 我们 就算 我们自己 公司呢 我们的 人力资源部呢 也时常 培训 我们 其实 我也不是很老 就还 蛮年轻 怎样应付 新一代的 年轻人 要应付 这个字 应该 很恰当 我们的那一套 或者我老板的那一套呢 我老板那套 觉得在我们身上 不管用 我们 现在 我觉得 这一套应用 在他们身上 也是不管用 我们是像年轻人说 他们其实 有intrinsic value 有潜在的 能力的 其实 只要付出 多一点点 就有多一点点 收获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呢 就时常 培训我们 怎样 encourage 怎样激活 他们的能力 这是我的工作 一切 2018到现在 可能我加入 第一个 是关于 创业 在这里 有可能我 比较 under qualified 你们比较 有经验 但是 就从我的角度 我是一位 会计师 从我的角度 我的镜头呢 看看我对一个创业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也是创业嘛 我觉得什么最重要 第一 作为 在创业呢 最重要呢 是要有现金流 这是我的看法 有现金 你才有成本 才有资本的 在营运下去 我 创业呢 或者我在公司呢 我是最讨厌 听到一个字说 我要 uplift of the FD 我要有什么计划 人不在我们的规划范围内 这个叫surprise 有惊吓我 我不喜欢 现金流 要有一个计划 第二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呢 在我的工作 用的十分恰当 时常都会有一些 dispute 有一些 有一些 吵架 不是吵我 是写字的那个 叫什么 dispute 所以管理好风险 做我这个是 legal dispute 那么如果 有financial issues 有financial disputes 有一些 任何的东西 好像健身器材呢 如果你没有 小心呢 告诉你的顾客呢 如果那个用法不对 他爬的高啊 放我的 用我们的公司的器材啊 放下来啊 脚断啊 我还要 还有一些 product liability 所以 风险管理 所以创业呢 现金流 要有风险管理 第三呢 是 销售网络 销售呢 是 很重要 它是一个 一家 你有好的产品 你有好的现金流 你有好的条件 你要跟人家竞争的时候呢 销售很重要 你要有一个 有方式 去把你的产品销出去 销售 就是 跟顾客的那个 沟通 那个桥梁啊 第四是 适应性和创新 这个呢 相信大家 在 经历的那个 两三年的疫情啊 这个我也说到口感了 就一直有 每个人都说有疫情啊 就 从我自己的 那家公司呢 贩卖的那个 网络呢 也不一样了 从我们以前可以送 就自己驾车送 有sample 到 MCOE来呢 没办法的 一定要 上网卖的 等于要 不是讲 把产品放上网 就搞定 我们怎样 能够订货 怎样能够 把那个产品啊 pack的 好 又不会坏 又要控制成本 因为你pack 当然了 如果我没有成本 我加个罗里去送 也是可以吗 但是 它符合我的成本 效应吗 等等 考虑一系列的问题 so 一定要 适应 那时候 那时候的环境 所需要的 去适应 跟偶尔有一些 创新啊 好像我的 伙伴啊 我的partner 他就很厉害了 他就会说 这个东西 好像讲一个裤带 有sizing嘛 是不是 现在的裤带 没有sizing 我们的产品 有sizing 好像裤带这样 他就会告诉我啊 以前我们有 XS SML XL 后来我们发觉到啊 原来是那个 打洞孔的问题 罢了嘛 长度是每一个 是一样的嘛 我打六个洞 我就叫它L 七个我就叫它XL 或者怎样 那个sizing 所以很简单 我会做一个sizing 我卖给你呢 你要看到XL 我放XL给你看啊 但其实同一个来的 那么成本就会下降 我们也会少一点 叫return and exchange 他们会少一点退货 少一点还 退货 我还要派一个 career company去拿货 过亏一回给我 我还要出新的货给你 一来一回呢 二十多块 不符合经济效应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认识的 Innovation 在会计的服务呢 在税务的服务呢 Innovation十分重要 大家对会计的看法 对税务的看法呢 有可能 第一你们会想到 是那个税务局 比较 hostile 比较侵略性啊 有可能 如果你们有生意啊 或者你们有高收入啊 你们就说 哇 时常来调查我 好像我的母亲啊 她的公司一年 同一个年 财政年可以被查两次 没事还要 还还到要给installment Innovation 第一 除了那个 你们对会计的看法呢 那个 tax authority的 那个hostile feelings 第二 你们会觉得 非常闷 非常dry 非常technical 技术性 Innovation呢 假设从我们会计师的看法 我们现在要开始 不可以给数字 光是数字给你们看 要做一些graphics 要做一些图片 要做一些有颜色的 这是我们会计师 对innovation啊 这个叫创新 有一些看法 第五呢 是brand and reputation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我时常听 其中包括一个顾客 我的顾客也是 其实对你们的 这个agriculture很有关系的 我的顾客是ql resources 权力资源 谢博士 他也是巴胜人 跟我一样 出事的地方不是 但是后来他开始 他的公司是 我的ante跟他打工 30年不换工 就黏着他好了 所以他告诉我 当年他创业也是很辛苦 欠钱啊 没有 他讲没有办法的啦 我一定要借一钱 还那个旧的钱 一定要履行 那个credit term 他说45天 变60天 60天我一定会还你的 就真的会还你 他再跟人家 接另外refinance 那个60天 他说 他的品牌 跟他的信用 每一年这样子做下来 就是靠着信用 变成一个资本 当他有什么难度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要求的时候 就是capitalize 就是靠这一些 他自己建立下来的reputation 我相信是对的 我们的公司 我这两个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和币马威的工作呢 都是如此 我们也是靠着 我们的品牌 跟我们的信用 这个也信用行业 我看你们也信心 什么都可能是信心行业 只要有创新 就有信心行业了 就分享我的经验吧 就这样子 我呢 从我的一天的开始呢 我每次鼓励我的同事 我鼓励我的朋友 我一天的开始 我是巴胜嘛 我的办公室在巴达林 我四点多五点就醒来了 十年如一日 没有变的 谢谢 除了放假啦 周末啦 我就会开我的电脑 我就会读 我的自己私人的 那个 e-commerce的 那个业务 半夜也是有人会买货嘛 我就要去处理半夜 跟深夜到半夜 有人订货什么 我就要去看 大概半个小时 时钟一到 我就要去换衣服 洗澡呢 那么 五点半到 五点四十五之间呢 一定要出发 去我的办公室 巴达林 那么我也不这么勤劳 早上工作啊 因为我有 自己的 做健身器材的时候 我也是要健身咯 不然我告诉 我不可以说服我的顾客 这么要买我的健身器材 所以我也是要去健身 当然 不是很好啦 就尽量啦 身材的方面 所以 八点准准 我就要停下 我的健身 我无论在跑步机 或者在什么 我都要停下来 我就要去洗澡 八点半 八点九个字左右 你就会看到我 开始我的 币马威的工作 十二点我吃午餐 回来 我又要再看一下 我自己的公司 那个电子商务的 有什么人早上的订单 或者要处理什么银行的那些 付费啊 要缴付什么费用啊 我的 我们的那个 supplier 供应商啊 要什么费用 我们都要下午要搞定 一点之前要搞定 因为我另外一个 supplier呢 就一点是cut off 如果我迟一天 那个货就迟一天哦 一天的销售额就被影响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一点左右就要搞定 那么五点六点呢 我又在看 过后就追击 我的币马威的工作 五六点呢 我又在看我的私人的电脑 又在看有 有没有什么销售什么的 各位继续我的工作 因为会计师呢 如果你不知道呢 五点半是不能回 还不能回家的 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八点啦 还可以啦 我是七点就 我的头脑就不能操作 我一定要吃晚餐 八点这样 我再看 需要我留下来吗 什么 我每次告诉 其他我的同事 或者其他的 年轻人 我也是啦 虽然 就 现在的 这么你们只是一份工作 八点半叫你来上班 六点给你回家啦 你要回家上班 你回家上班 这么你还不能够 把你的工作做好 我相信 有intrinsic value啦 有很多 还可以激发的 潜能啦 所以 这是我的活力 这个是我相信的一套 这个也是我被 李嘉诚先生感染的啦 这是我第一次 这样公众这里说 我其实很敬佩他 其实我也是不敢说 如果没有什么 我就 OK 今天的主题很好 我分享我的秘密 谢谢 就十年如一日啦 就是这样子啦 都这么多年 五六年 没有变 就 天天是这样 有什么难题呢 我相信 难题呢 是要克服的 要面对 跟要去克服的 我不相信 把难题 收在一边 他会自己不见 我不相信这一套 烦跟难题是两回事 如果很烦的事情 我会收起来啦 但是如果是难题 解决难题呢 有他一定的价值的 如果解决好那个难题呢 有一些好处 有一些价值 好像讲 这么每一次 我们 这样子的操作 会有一些小小这个问题 那里呢 这个一定要解决的 他有他的价值的 就放在这里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或者 我可以分享什么给你们吗 我先 我有问题要请教你 是是 我想请问你 在你这样的环境下 你要兼顾你的e-commerce 你要上班 如果有一天 你的老板就在你旁边 要你马上 跟他处理事情 可是你的手机在想 Urgent The order that you have made is completely wrong You need to call me immediately 那么你会怎么样处理 那么你会怎么样处理 你的e-commerce 生意跟工作 两者同时进行 Malaysia有一个好处 我的律师同时告诉我 要学会一个字啊 Binjang 什么都要讨论 Binjang 讨论 讨论的余地 Discuss Binjang是 马来话 这里的马来话 要讨论 要分哪一个重要 哪一个不重要 哪一个最重要 哪一个第二重要 如果顾客告诉我 现在税务局 在他的办公室 read the document 在查 在抄 抄他的文件 拉回去 他的巴士要走 那个我就会马上处理 如果顾客是送错货呢 还搞得定 因为送错货呢 我也今天也送不到好的给你 因为有可能他很远 我要 Korea去送的 现在我有缘 还有请 有一个同事 负责这个问题 所以还好 当年是很辛苦的 当年呢 看来我说的是 现在 当年送货也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早上醒来 也是一样时间醒来 只是我牺牲我健身的时间 我要负责 pack那个货 下午呢 一点呢 你就看我去送货 drop off在MBE drop off在什么 Lazada Center 晚上呢 加班完呢 我又去pack 就放在 两三个大的 箱子呢 就推上我的车 然后第二天去送货 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 但是如果有什么难题 我相信要 要assess 要assess 要看哪一个最重要 大家要有讨论 其实也不是说两个职业的问题 就算同一个职业 就算会计 税务 时常 因为我们 我不可能只有一个顾客 我有几十个顾客 天天都有 Urgent 好像看才有一个 寄一个70页的文件给我 它是一个合约 我并不是一个律师 他叫我今天五点半 看完那七十页给他 所以我可能会赶回去 但是我说没有可能看完七十页的 你五点半要呢 五点半的水准呢 就是你告诉我 你要我看哪一行就好了 要适应 要适应自己的 调节自己的心态 就这样子就过去 所以你就是说 我们做东西 要有效率 要知道它的精准度 然后公私分明的时候 你画得很清楚 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同僚分享 就是你要处理 工作跟私人的生意的时候 要会拿捏 拿捏 我心里有一个时钟 到时间 我要这个时间 要做回毕马威的事呢 我就一定是做毕马威的事的 其实年轻人 我创业 我看我的伙伴呢 给个例子 假设创业如果当有一个好的 成就的时候 不算成就 就有一个收入了 我发觉到呢 我们呢 有一些朋友啊 亲戚啊 就告诉我们啊 我也是有奶茶店啊 我有夜那个 啪啪啪啪 要你投资啊 什么啊 这个 我就看我的朋友啊 亲戚啊 有一些呢 没有什么 受不到诱惑 就说啊 可以啦 我要学其他的 生意人啊 我要分散投资 这个奶茶店 我就有一点了 这个 这个夜店 我是有一点了 过后我就说 你到底一天 几多时间 在你自己的本业 没有啊 并不是很多时间 因为早上要去 看 开奶茶店 十二五呢 回来办公室 晚上呢 还要去看夜店 我说 这样你的本业 就荒废了 所以 拿捏时间很重要 并不是讲 不是适合于 公司和事事 就算你的公司 很多种 因为你的心很大 你的野心很大 你想什么生意 都有 但是 真正的 本业是什么 你需要 因为我相信年轻人呢 要考虑呢 是 有可能需要考虑 专注 把你的资源 你的时间也是资源嘛 你的力量也是资源啊 要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啊 就其实要看 哪一个是你的本业 哪一个是你需要 真的是要投资的 一天二十小时的投资 要放哪里 到时间呢 我是会 cut的啦 但是 如果你们 有很多人问你们 要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你们会不会 受得住那个诱惑呢 我 因为我有可能 我也是没有啦 所以 他们问我 我是不理的啦 我不相信 一个人做很多事很好啊 我相信 专注 才是好 所以 时间 有一个 心里要有一个始终 到时间 一定是cut的 谢谢你 我很欣赏你 跟我们分享的 本业 就是 你是跟Pick Mawake 工作 Pick Mawake付你钱 你负责任 所以你时间 他给你的时间 你给他的时间 你负责任 然后你会cut off 然后你才做其他的事情 这是很多年轻人 搞我们顶的 所以在工作时间 也是去Instagram 做自己的私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你会 也是给我们年轻人 提醒一个好榜样 对 这个也是品牌嘛 品牌也要 自己也要有品牌啊 我在Pick Mawake呢 也是有销售target的 sales target 我也是要meet我的KPI 要 说这样 有什么竞争 讲完服务的产品 我和我的同事 每个人的服务都是一样 分别就在于 服务的那个程度 跟我们自己 有没有信用 所以自己的建议 那个brand reputation 看才那个第五个 item number five很重要 自己也要有自己的 小小的品牌啦 就顾客说 可以啦 我放心啦 其实我也是很开心啦 不用这样担心 我说OK啦 最怕是 顾客又是给 这个Elliott 哎呀 很怕啦 搞不定的 我是很怕 听到这样的东西的 最后还有想 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 你会发现 他们不阅读 不看书 什么都不来 但是 你又要他们 跟时间 跟时代 一起进步 to get new ideas to get the latest technology to 创业 so what is your advice 来收取 世界上最新的兴趣 当然现在 网络 网络这么的 这么样的盛行 但是 these are all commercialized stuff How about 自己的品行 修养 内心 inner self 同时要进行的 当然你有什么 可以分享吗 OK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 第一 要怎样收集到 新的idea 第二是 自己的品行修养 这个有可能 我不是很好 但是我自试看 第一 我承认 现在文字衰退 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我们对文字的耐性 不比我们对图片 有颜色 有graphics 最好会动的 好像我顾客说 你不要给我那个 报表 有很多照片 很多号码的 他们不会看的 他们只会打一个电话说 你可以第二天来我的办公室 重新说一次吗 其实那个文件 跟我去说的是一样的 这个是文字 我自己定型为文字衰退 有可能技术上有更好的名字 它的意思呢 我自己的解说呢 就是说 我们人类 现在 21世纪 对文字 不大感 可能的兴趣 有下降 我们对 视频 对图片的兴趣跟耐性会比较高 那么 现在的年轻人讲到创业或者要找一些新的点子 那么 其实YouTube也是很多点子 Instagram 看你怎样用 我的Instagram 一般一般 一般是非常technical的 一般是我的朋友的 technical可以是说 怎样说 那个什么 潜水艇怎样操作 我不知道你们的Instagram会不会看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你们 其实我相信条件不比以前差 好像我的爸爸的时候 我的爷爷的时候 我看我们也不用逃难了 也没有战争 我们反而有优势在我们的网记网络 我们的 很多 我们有很多优势 我们今天要找一个人 我们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以前有这样方便 我不觉得以前还要放smoke signal 可能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价值是 在于我们怎样 使用我们的优势 跟解决我们的问题来创造价值 我觉得现在 是靠这个来找吃了 大家是要接受 第二个 自己的品行修养 我就很闷了 我的人 除了吃之外 可能晚上你打电话给我 我可能在喝酒 最近我的同事喜欢喝酒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的品行修养 有可能不一定讲品行修养 要讲到非常严肃 说一个非常简单的 你有耐性吗 这个也是自己的修养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 但是我也是在进步 承认自己的缺点 来变成 进步的 一个要进步的 进步的一个task to do list 我觉得就不错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 相信啦 我相信的东西 我相信的原则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问兵吗 没有的话 我们有一个 感谢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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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